大家好,我是美瑞瑟的小刘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平常在家蒸馒头用的老饺子的制作方法 以及怎样用老饺子和面的方法 我去年发过一期老饺子的做法 今天分享另外一种做法 用这个老饺子蒸出来的馒头更香更好吃 这个是我蒸馒头剩下的一小块面团 在面粉袋里放了有两天 表皮有些干了 咱们今天就用它来做老饺子 先把这个掰开捏碎 在盆里加入一碗温水搅拌化开 再准备一小块馒头揉碎了加入盆里 下来往盆里分次加入玉米面搅拌均匀 这里用玉米面而不用白面呢 是因为用面粉做的老饺子不容易化开 一直搅拌成稍微稠一点的糊状 然后往里面加入少量的白酒搅拌均匀 搅拌好后用保鲜膜盖住让它发酵 第一次发酵好后呢是这个样子 往里面继续加入半碗的温水搅拌 然后分次加入玉米面搅拌均匀 知道了 妈妈 啊 妈妈 都搅拌均匀去啊 搅匀后继续让它发酵 现在呢第二次发酵好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里面就是这种蜂窝状的 继续再加温水 它这个发酵次数越多 酵子越发酵 以后就是做成了老酵子 它发酵是越快的 最后一次呢 这个 胡胡搅要比较稠一些 再干一点 搅到这种程度 里面看似有疙瘩就可以了 再继续让它发酵 发酵到里面全是蜂窝状态就好了 现在呢第三次发酵好了 然后把这些瓶铺在透气的工具上面 然后全部放在阴凉干燥处晾干 千万不要放在太阳底下暴晒 不然的话蒸出来的馒头不能吃 这些老酵子呢已经全部晾干了 然后把它们装进瓶子里面 放在阴凉干燥处保存 放在阴凉处保存起来 放在干燥的地方 处存起来就行 下来呢介绍第二部分 如何使用老酵子发面 盆里加入几块老酵子 往里面加入温水搅拌发开 把玉米面弄得很好做 轻轻烤 这就玉米面的好处 要是白面的话得泡泡就下来脆了 再分次加入面粉搅拌 搅成稍微稠一些的糊状 搅匀后用保鲜膜盖住 让它彻底的发酵 看一下发酵好多这样子 全是泡泡的 要拿这个直接去和面就行 把这到面肺里面开始和面就行 嗯 好了 咱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视频见 好 咱们下期再见